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 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有美好的敬拜 今天我们一起要来看出埃及集第十三章 我们感谢主,神在出埃及里头 让我们看见神的大门的手如何帮助了他的使命 同时神也印证了他的同在 今日我们盼望同样的圣灵也一样的再次向我们说话 来显明我们神的心意和他的同在 在出埃及集头我们看见 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受苦 他们被奴隶了四百年 大概是四百多年之后 百姓不断的向神呼求 求神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压迫和苦待 神听见了他们的苦求 所以上帝兴起了摩西 就委派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神借着摩西的手降下十灾审判埃及 在降下十灾的那天晚上 上帝拆派了灭命的天使 就寻寻埃及全地 把埃及的一切投生的 无论是人或者是牲畜都击杀了 那么除了以色列家中有羔羊血涂在门框和门槛上 免受这个死亡的刑罚 这是我们在出埃及第十二章我们有看到 那在这最后一栽呢 终于可以让刚硬的法老王别无选择 只好打发以色列人从他们那地离开 在十二章里头记载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夜 被称为御业界 在那个特别的晚上呢 以色列人都当穿戴妥当 随时准备动身 神吩咐他们用火烤羔羊 不可以用水煮哦 并且呢要准备苦菜和无效饼 夜间当埃及人哀求他们离开的时候呢 他们就要吃这些食物然后赶紧的离开 所以我们在十二章里头我们已经有讲明了一月节的制定和定义 那今天我们来到第十三章啦 这一章神特别的吩咐他们要分别为圣归给神 走出埃及行程的开端 上帝以两个明显的记号来引领他们 我把它分为两段 第一个就是分别为圣的记号 在十三章一到十六节 十三章六到七节说 你要吃无效饼七日 在第七日要向耶和华首节 日之中你要吃无效饼 在你四镜之内不可见有八过教之物在你面前 也不可见有教在你那里 除笑节 在一月节的七日里面呢 以色列人他们必须从他们家中除去一些的酵和一些发酵物 那么这可能使面团或者是液体产生发酵的反应的这些物质 或者是任何经过发酵处理或含有酵的东西 他们都要把它清除掉 他们必须遵照这个神圣的命令 除掉所有的酵和发酵的物品 食物等 其实我们知道圣经有教导我们说 发酵和发酵的物品 其实呢是象征着罪恶 象征着道德上的不解 象征着堕落 上帝不要以色列人带着教离开埃及 今天他们要离开这个困苦之地 他们要脱离困苦 要进入了神为他们预备的应许之地 所以呢 神要求他们就是不要他们带着教 预表着这个罪恶进入应许之地 不让埃及任何的东西沾染在他们身上 埃及人在埃及地他们的犯罪行邪术 他们拜假神 以色列人都不可以做 也不可以带进旷野 所以他们要跟随神 他们就不要再受埃及的影响 也不要再去做埃及人所做的 他们要完全的成为一个新造的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是要跟随神 他们要除去一切的罪 要除去一切从世界所沾染的东西 所以上帝吩咐他们说什么呢 在十三章九到十节说 这要在你的手上做记号 在你额上做记号 好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的口中 因为耶和华曾用大人的手 把你从埃及领出来 所以你要年年按着定期遵守这律力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就是 他们需要有一个除效节 就是要被洁净而分别为圣 第二呢 上帝要他们在手上和额头上做记号 除效节和一夜节一样 对以色列人的家庭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 在这个节旗里头 就像是在他们的手上或额上做纪念一样 那就是说呢 他会不断的提醒以色列犹太人 要记住上帝是用大人的手 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的 我们知道后来有些犹太人 他们按字面来解释这段经文 他们将有关的律法的经文 装在一个皮带里 或者是一个小荷子里头 然后呢 把他绑在肩上或者是额头上 那你可以看到这张图片 但其实这个不是上帝原本的心意 上帝原本的心意是要他的子民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把这个神的命令放在额头上 要放在手上呢 上帝的意思就是要他的子民心存感恩 不要忘记上帝大人的救死工作 今天呢 我们是要将神的律法记在我们的心板上 对吗 上帝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存记在心中 然后让我们活在生活里头 当然今天的犹太人他们还有守节的时刻 他们称为希德 也不再是宰杀羔羊来献祭了 所以每逢一夜节犹太人 他们仍然会全家团聚 团聚在一起 然后呢 他们会按礼仪从家中除去所有的教 那么在家中有父亲来诉说他们祖宗 怎么样脱离埃及的奇妙经历 上帝怎么样的拯救他们 帮助他们 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在16节这里 我们主要的看到就是以色列的后代 神要以色列的后代永远的在心里纪念 神怎么带领他们出埃及 上帝以他的大能带领他们出埃及 所以以色列人当他们被辱到巴比伦回来之后呢 他们真的有照着这里所说的 他们是用皮革做成一个被有经文的小方盒 他们就带着额上或者是带在左手上 但是呢经文 这个经文和来到耶稣的时代的时刻 已经成为了一个装饰兵器室 早已经拾起了他原来的寓意 亲爱的陈希佳人 你又如何来纪念神在你生命中的奇妙作为呢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生的儿女都经历神的救赎和医治 我们很感谢神 上帝耶稣基督设立了圣餐 这是给我们每一次有最好的反省和感恩 让我们可以常常的提醒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赎恩典 所以不论是我们每一天守圣餐 或者是我们每个星期 或者是我们每一个月在教会里守圣餐 他都会提醒我们 我们要感恩 要悔改 我们要回转 我们要脱离 脱离一切禅类我们的罪 脱离一切恶习 脱离一切这个世界 带来给我们的不好的风气或者是习惯 我们不要被污染 我们要脱离这些 我们要更新我们自己 我们要让自己分别为圣 好让我们可以进入到神为我们一辈的丰盛恩典当中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被解禁 我们要常常被提醒 我们要被分别为圣归给神 那么上帝也同样的要给他们一个救赎的记号 第二点是在十一节到十六节说到 头生的要归给神 十一到十二节说之后 耶和华照着他向你和你的列祖所取的是 把你领进迦南地 迦南人之地 要把这地赐给你以后 你要把所有头生的都奉献给神 你要把你一切牲畜中 所有头生的奉献给神 功德要属于耶和华 十三节告诉我们说 凡是头生的驴你要用羔羊带属 如果你不带属就要打断他的景象 凡是你儿子中头生的人都要带属 所以头生的都要归给神 那么如果是不洁净或者是人 人不能被杀来献祭给神 这是神所不喜悦的 那如果不能的话该怎么办呢 就要带属 所以呢驴当时呢被认为是不洁净的 所以他们就要就要找出 以另外一种就是以羔羊来带属 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地一晚的时候 所有头生的男孩 以色列所有以色列头生的男孩 他们都不避免死亡 因为他们的门宽上都涂上羔羊的血 他们就避免被杀了 所以这个就是上帝拯救了他们 所以神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挟制 那么今天神就认他们为神所所有的 是属于神的 那就是说以色列人被分别为 是他们被救赎归入神 是属于神的 这是一个记号来的 神救赎的记号 神救赎以色列人出来属于神 上帝命令以色列人要将头生的归给他 好让他们可以分别为圣 专心的来侍奉神 他们是属于神的 所以以色列人就能明白 神在他们身上的主权跟地位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 神要求出生被分别为圣的方式 就是献给耶和华为记 在15节里面献给耶和华为记 但是不洁净的不能献给神 于当时是被认为是不洁净的 如果你看地位记是一章二到四节 所以他需要袋鼠 他需要代替用其他的动物来代替 那么人也同样不能被杀 然后献祭给神 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 所以以色列的长子 他们是需要袋鼠的 以别的来取代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牲畜 牲畜分别为圣 就是献给神为记 人分别为圣的方式是什么呢 人分别为圣的方式就是要来 事奉神 后来呢 我们在明书记第三章 我们有看到神吩咐他们说 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立位人 来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 在会幕里头 事奉神 那我读这段经文给你们听 耶和华告诉摩西 看啊 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立位人 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身的 就是他们的长子 所以立位人要归我 因为所有投身的都是我的 我在埃及地 欺杀所有投身的那天 就把以色列人中所有投身的 无论是人数都分别为圣归我 他们要归我 我是耶和华 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 以色列人 奉献给神的方式就是 事奉神 所以他特别的 呼召捡选了立位人 分别出来 来事奉神 弟兄姐妹 真正的奉献 就是认识到 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的 我们是主耶稣 又终架属回来的 对吗 是因为世上帝救赎以色列人 是耶稣救赎我们出来 把我们从罪人中 罪恶中救赎出来 所以我们应当分别为圣归给神 我们要在我们的身子上来荣耀神 所以我们所作所行所缘的 都要来荣耀神 上帝的权柄 能和旨意 能在我们身上毫无保留 就如罗马书14章8节说 我们或活着都是为主而活 若死了也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 总是主的人 哈利路亚 感谢赞明主 上帝带领我们 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 归给神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了救赎的记号 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二部分 神同在的记号 记载在13章17到22节 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 当他们要前往迦南地 最直接最短的路程 其实就是远海路线 就是北部远海路线 被称为海路 远地中海岸 北上网 穿过以菲利斯人的地界 然后来到迦南地 这个条路是最短的 其实如果要的话 只四天就可以完成的路程 而这条远海的路线 也是埃及人行军的路线 那么沿途中都会有埃及人 他们的军队防守在那里 那么再加上 这个北方远海的路线 这条路的前方 居住着好胜强盛的菲利斯人 虽然呢 菲利斯路都很靠近 但是我们看见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 因为神说什么呢 17、18节上帝说 恐怕百姓看见征战就后悔 就回到埃及去了 所以呢 上帝就领人民绕道而行 走旷野的路到红海去 向南部走 上帝知道 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隶灌了 他们是非常惧怕难住的 他们是非常软弱 非常没有信心的 他们很惧怕征战 所以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刚刚出埃及 整个群组都还没有正规划 而且他们根本不具备打战的条件 如果这个时刻 他们以非常强盛的菲利斯人军队发生冲突的话 哇 你可以想象 以色列人真的是真的会一败土地 他们必然会后悔 他们会回到埃及去 所以呢 神知道以色列人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个 所以上帝要他们向南部走 好在四十年的旷野里头来讨厌他们 来装备他们 其实神常常带领百姓绕道而行 我们今日的信徒 有时候我们会面对 有时候神也在带领我们绕道而行 在这个绕道一路上 其实上帝在造就我们 知道我们学会如何去知取神的得胜 这条造就神百姓的道路 对以色列百姓来说 其实是要他们避免意见打战 但是对神来说 却是要亲自为百姓征战 我们知道 祂是要在法老丸面前和祂的全军车辆兵马得荣耀 神要我们绕道 也是为着我们的好处 如果我们不跟随神 我们硬要走非力士人的路的话 我们硬要走世界的路的话 其实我们很容易 这个是一条很容易的路 很好走的路 很短的路 现在的人很喜欢走 但是神要我们走的是什么呢 是信心的路 上帝要我们走信心的路 神要我们去经历祂的统在 神每分每钟 秒都看顾着我们 所以其实我们每分钟都能得着神的带领 所以弟兄姐妹 神同在的记号 祂就是要来带领我们 要来建立我们 使我们能更加有信心的来信靠祂 神要我们更认识祂 使我们能了解到 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当然在这段经文里头 有一段记载在19到20节 中间的一响段落 提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刻 月色曾很远远的吩咐他们 要将以色列人启示 把祂的海骨带出埃及 葬在神应许列祖的埃及南地 所以在这里记载了 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刻 他们也带了月色的海骨同行 我们看到神同在的记号 在20到22节 上帝与云柱和火柱 来证明祂的同在 21到22节说 月和火在他们前面行 日间用云柱领他们的路 夜间用火柱照着他们 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 日间云柱 月间火柱都不离开 众民的面前都不离开 无论是夜间日间都不离开 哇好棒哦 好感好安慰是吗 弟兄姐妹 上帝安置了云柱跟火柱 是他同在慈爱和眷顾的民阵 在以色列人漂流旷野 最后他们能进入应许之地以前 长达40年的时间 时当中 云柱和火柱都一致陪伴着他们 这片云彩在日间 在以色列民前引路指引他们 同时也保护他们 这片云就发光就称为火柱 这两件经文不但证明神的同在 也证明了是上帝的显现 引领保护和同行 云柱火柱的保护作用 其实当你在沙漠 经历沙漠的人才会很深的去体会的 西乃的沙漠之间的热度是非常高 有40度 45度以上 而且没有树荫来遮 也没有防雾来遮 所以那个厌着的沙力 其实是真的让人很难受的 很干渴 而且可能也会头晕 但是在云柱的阴下 在云的枝盖之下 却让人可以稍微有喘气 可以清醒 所以沙漠区也没有潮湿的气流 能保住这个温热 所以晚上有清凉 降下来的寒冷是非常冷的 可是这个火柱的温热 可以使到发抖的人 能稍微感到镇定 因此他们无论是日间 夜间都可以行走 而这个是云柱跟火柱 都不离开百姓 都在百姓的面前指引引领他们 甚至是保护他们 在这里我们看见出埃及的 这个路程是非常艰辛困难的 但是神一致都与他们同行 神与他们同在 这个就是神救赎的记号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属于神的子民 我们有什么记号呢 我们有救赎的记号吗 在这里呢 我想透过这两个 当然还有很多的记号 你可以有 但是从这段经文里头 我想提醒我们 我们是属于新造的人 我们应该有一个 成为新造人的记号 我们是有圣灵内住的 哈利路亚 你有这两个记号吗 这是最基本的 卢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 所以弟兄们 我凭着神的人质 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 神越纳的活迹 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事奉 或者是属灵的敬拜 不要模仿这个世界 导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变化 改变过来 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 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滩 悦纳和完全的事奉 以福所说四章二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要把心灵更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 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头 创造的 哈利路亚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救赎的记号就是 我们如今是一个新造的人 哈利路亚 我们有神在我们里面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了 今天我们是属于神 是神所遇纳的 我们也不再受这个世界影响 我们不模仿这个世界 我们的心意得以更新了 是怎么样的一个更新 是有神的形象 这个新人是有神的形象 是有公义和真实 有神的真实的 我们是被耶稣救赎出来的 一个新人 哈利路亚 有神的公义和圣洁 我们已经是不会属于这个世界 也不会受这个世界败坏的风气而影响 我们也不受罪的残累 哈利路亚 我们是新造的人 第二就是 我们有圣灵内住 这是一个救赎 有一个救赎的记号 以福所书一章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既然听了真 真理的道 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就在他里面 收了什么 收了所应许的圣灵 作为印记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十七节说 我要请求父 他就会赐给你们另一位宝贵师 使他跟你们永远在一起 这宝贵师就是真理的灵 世人不能接受他 因为看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为他跟你们住在一起 也要在你们里面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我们认识了神 我们有得救的福音的时候 我们就得着了这个圣灵 圣灵如今是在我们里面的 在我们里面 跟我们住在一起 他是一位宝贵师 他是帮助我们 他是给我们力量的 Amen Amen 所以今天我们救赎的记号 就是我们成为一个新人 我们有圣灵的内住 我们还惧怕什么呢 圣灵是我们的引导 是我们的力量 圣灵是我们的安慰 感谢赞美主 所以在这里最后 我要祝福 晨曦家人 我们要感谢主 今天我们把这个记号 刻在心板上 Amen 刻在心板上 我们必须有新人 新意识 我们定义要天天活着 天天更新我们的心意 让圣灵来引导我们 引导我们 使我们是有能力 胜过罪恶的 我们可以远离罪恶的 弟兄姐妹 祝福你今天早上 为主耶稣 活出一个色彩的人生 让人可以看见 你身上反映着神的荣美 这个记号是可见的 这个记号是可见的 可以为主做见证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感谢你 我赞美你 是的 主啊 谢谢你 呼召我们 把我们从罪恶中 呼召出来 是我们能归入神里的名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们定义说 主啊 我们里面是一个心 我们里面有一个心的心智 我们是属于一个心灶的人 我里面有圣灵 圣灵也在我里面做工 主啊 你给我们举事 你安慰我们 鼓励我们 扶持我们 领导我们 主啊 有时候 你也会责备我们 禁止我们 拦住我们 使得我们不递入试探当中 是的 主啊 我们愿意与你同工 主啊 你帮助我们 我们要与你合作 与你同工 我们要认知你的同在 主啊 我们要回应 你在我们里面的声音 好叫我们 主啊 来回应你的时刻 主啊 我们能活出神 你在我们里面 神里的荣美的时刻 主啊 我们就成了你的见证 主啊 我们就成了你的见证 谢谢你 主耶稣 带领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今天 我们录制祷告 还是得带领我们的心 主耶税 阿们 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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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野